大家好 这个时候是很多花友的蟹爪蓝 开始长新芽的阶段 如果说我们的蟹爪蓝 已经开始长新芽出来了 但是这个新芽长得非常多 非常的瘦弱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注意 蟹爪蓝的根是不是出问题了 一般正常来说 蟹爪蓝的根系强壮的话 那么它长出来的新叶 新芽也是会比较强壮的 如果说它长出来的新叶片偏小 而且比较薄 长得也非常多 那么就是这个根不够强壮 这个时候如果说 大家不把它的根仰壮 那么后期想要它开花好 开出来的花品质高 那是很难的 所以有这种情况 我们首要的就是 把蟹爪蓝的根养好 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方法 比如说用这个阿斯比林 因为阿斯比林 它里面的水羊酸非常的丰富 我们只需要用一粒阿斯比林 兑上1000毫升的清水 我们先把阿斯比林碾碎 然后把它加入几滴酒精 先把它溶解 溶解之后再对上1000毫升的清水 给它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如果说我们不用酒精来溶解的话 阿斯比林它是很难溶于水的 那么使用的效果就不会明显 所以大家的蟹爪蓝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一定要注意把它的根给养好 如果大家把握不好用阿斯比林的话 我们也可以使用这种快速生根有进氧液 按照10滴对上500毫升的清水 给它浇灌2-3次 让它的根性更加的强壮 同时我们要适当的给它控一下水 因为土壤偏干 有利于触发它长一些新根出来 那么这样后期我们养护蟹爪蓝 才容易把这个叶片氧状 到了花期 开出来的花品质才会高 那么这就是出现这种问题的蟹爪蓝 我们该怎么解决 好了 这一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